同学们大家好 我们继续Java编程轻松入门系列讲座 那么这节课我们给大家来讲解 程序的选择结构以及单F语句 那么在上节课呢 我们给大家讲解了程序的顺序结构 那么这节课我们来讲解 在编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结构 也叫做分支结构 分支结构呢 是根据条件的成立与否 决定要执行哪些语句的一种结构 选择结构它有特定的语法规则 在这一点上呢 顺序结构是没有特定语法规则的 那么对于选择结构 也就是分支结构 代码要执行具体的逻辑运算进行判断 逻辑运算的结果只能有两个 True或者False 因为有多个结果 所以会产生选择 按照不同的选择 执行不同的代码 那么扎瓦语言中提供了两种 选择结构语句 一种呢就是F语句 一种是Switch语句 而F语句呢 又有三种不同的表达方式 那么F语句就是使用布尔表达式 或者布尔值作为分支条件 来进行分支控制 而Switch语句呢 是用于对多个数值进行匹配 从而实现多分支控制 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F语句 F语句它有三种不同的格式 那么这节课 我们就来说第一种格式 它的格式是 F后面紧跟着一组小括号 小括号中是一个关系表达式 小括号右侧 就是一组大括号 而在这组大括号中 就是这个F语句体 那么它的执行流程是 首先先判断 小括号中的关系表达式 它的结果 到底是True还是False 如果返回的结果是True呢 那么就执行 这个大括号中的F语句体 如果返回结果是False 那么就直接跳过这个大括号 而执行大括号后面的代码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单F语句它的流程图 当程序执行到了小括号中的关系表达式的时候 它分为两种情况 True或者False 如果是True 则执行语句体 如果是False 则跳过语句体 执行语句体后面的其他语句 好 接下来我们用程序来进行演示 我们接下来在D03中 我们来新建 渣瓦文件 那么这个例子呢 主要是练习AF的 所以呢我们起个名字叫做TestF 好 接下来保存人件 我们在上方增加注释 接下来我们就按着F语句的这种格式来进行书写 好 首先我们先来定义一个整形变量 叫做Scall 那么Scall的意思呢 叫做得分 那么他这次考试的得分呢 是78 接下来我们根据他的这个得分 来给他一个评判 到底是优秀 良好 中等及格还是不及格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用到了F语句 首先F后面呢是圆括号 好 后面呢是一组花括号 圆括号里头呢 写的是一个关系表达式 那么我们就去判断 这个Scall 它是不是大于等于90的 如果它大于90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输出 它当前的一个成绩呢 是优秀 好 接下来我们再做一下 其他的判断 如果它现在的分数呢 是80到90之间 我们就判断它是良好 我们进行复制 那么它的成绩得是 大于等于80 并且呢 它还得小于等于90 好 我们接下来可以用一个 并且逻辑运算符 好 如果是这种情况 它就是良好 好 接下来再看第三种情况 如果它是大于等于70 而小于80 那么这种情况呢 就是中等 好 还有其他的可能 我们接下来就进行复制 如果它大于等于60 而小于70 这个呢 我们判断它为及格 好 那么最后一种情况呢 就是如果它小于60 那这个就是不及格 接下来我们编译执行程序 好 找到当前文件所在的目录 输入CMD 打开命令提示符 输入JavaC 我们的名字叫做Test 好 按Type键补权 编译成功 接下来执行 输入Java 按Test 删掉后续的DR-class后缀 好 接下来呢 给我们输出 当前的成绩呢 是中等 在使用单F语句的时候呢 它也有它的注意事项 实际上这个注意事项呢 不仅仅适用于单F语句 其他两种F语句也都适用 第一个呢 就是关系表达式 无论它有多简单 还是多么复杂 它的结果 必须返回一个不耳形 第二条呢 就是如果F语句 它所控制的语句体 如果只有一条语句 那么这个大括号 是可以省略的 但是 如果语句体 它是有多条语句 大括号就不可以省略 那么实际上 我们在编程工作中呢 建议大家 不要进行省略 这个大括号 好 我们接下来试验一下 我们先把注意事项 先写到注释中 首先 我们必须要知道 关系表达式 它必须返回是一个不耳类型 如果它不是一个不耳类型 又会如何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试验一下 我把这个大于90 我删掉 那么实际上这个里头呢 只是一个整数 我们接下来再次执行编译 好 请大家来看 立刻就会报错 说不兼容的类型 在第20行 int无法转换为不耳型 在第20行呢 然后告诉我们 当前这是一个int型的变量 而不能转换成一个不耳型的变量 if后面的这个圆括号中 这个关系表达式 它必须返回的是一个不耳型的变量 好 接下来我们再把它更改回来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注意事项 如果后面的语句只有一条语句 那么大家来看 对于20行后面 它这条语句呢 只有一条语句 所以我们这个大括号是可以省略不写的 而甚至我们还可以把它写成一行 所以呢 我们可以把它简化成这样的一种类型 好 后续的我们也把它简化一下 但是牢牢的要记住 如果不用这个大括号 那你一组大括号都不要用 不要只用了一个 而另外一个不用 那么经过简化之后呢 代码就变成了以下这种结构了 好 看起来似乎简洁一些 但是一般我们的if与具体啊 往往都是多条语句 所以建议大家不要省略这个大括号 但是这种方式的确是没有问题的 好 我们接下来进行编译 让大家来看一看 好 我们进行编译 编译没有问题 接下来进行执行 执行也没有问题 输出当前的成绩属于中等 那么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呢 比如说不小心在这个 圆括号后面呢 增加上了一个分号 我们再把大括号呢 我们再增加上 那么很多同学就想到了 那这一定会编译的时候出错 因为这不符合我们if与具的格式 但是事实上它真的会编译出错吗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试验一下 编译 编译并没有出错 接下来我们来执行 执行的时候呢 不仅输出了中等 而且输出了不及格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现象 实际上告诉大家 如果在这不小心增加了一个分号 它代表的是这条语句结束了 而后面这个大括号 它只不过是一些新的语句 它跟我们当前的这个分支语句 没有关系了 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代码块 那么这种代码块的用法 它跟我们普通的语句后面的代码 是一样子的效果 就跟我们后续又写了一个分格线 这种效果是一样子的 如果我们在一个if后面呢 我们增加上了一个分号 它只不过代表这条语句已经结束了 那么它为什么不报错 实际上呢 它等同于后面这个花括号呢 是为空的 它没有任何的结构体 如果我们要是这么来写 它的执行结果就是 如果我们的成绩小于60 它不做任何的处理 而这个代码块的程序会直接执行 而我们的这个分格线也会被输出出来 好 我们接下来再重新编译和执行 好 这样呢 不及格以及这个分格线都已经输出出来了 它只不过是把它当作了分支语句 后续的一些执行代码 它会无条件的进行输出 所以我们在这里头呢 有这么一条注意事项 一般来说 有左边大括号的地方呢 就不应该再有分号 而有分号的地方呢 你就不应该再有左边的大括号 所以请大家牢牢的记住 这并不代表它的语法结构有错误 在编译的时候并不认为它有错误 但是它实际上它会破坏 我们接下来的这个逻辑 所以呢 我们还是把它更改回去 不要在这轻易增加上分号 好 同学们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给大家讲解了 程序中的选择结构 也就是分支结构 那么这节课着重讲解的是单F语句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儿 同学们先休息一下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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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